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中共火箭軍到底怕什麼?若開第一槍 最可能第一個被打垮 演繪方式暗縫習 人民日報哪壺不開提哪壺 血色飛天有殺雞 層面見習 一級演員被查 罪名罕見 俄羅斯軍艦動手了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8月14日 星期一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中共火箭軍到底怕什麼?若開第一槍 最可能第一個被打垮 7月31日 中共火箭軍更換了司令和政委 原因之一 據說是前司令竊戰 火箭軍算中共的王牌部隊 為何竊戰呢? 因為中共火箭軍若先開了第一槍 就最可能第一個被打垮 換誰當司令都一樣 軍事評論員沈舟在大紀元分析 美軍的遠程對地攻擊導彈 主要是建設前射型的戰斧巡航導彈和空射型的AGM-158導彈 戰斧巡航導彈通常承擔第一波打擊任務 歷次實戰中已經發射了2000枚以上 目前庫存應至少4000枚 最大射程1600公里 能在目標區上空盤旋約2個小時 導彈裝有攝影機 可對前一波攻擊戰果進行評估回傳 美軍若前置部署45艘神盾艦 每艘平均攜帶戰斧導彈20枚 總計約900枚 若部署60艘神盾艦 總計攜帶戰斧導彈約1200枚 美軍若前置部署25艘潛艇 每艘可攜帶戰斧導彈12-28枚 總計至少300枚 若部署35艘潛艇 總計至少420枚 4艘改裝的俄亥俄級常規導彈潛艇 每艘可裝載154枚戰斧巡航導彈 部署2艘可攜帶308枚導彈 只要發現中共異動 美軍戰艦和潛艇會更早部署 獲取目標後能立即展開攻擊 戰斧巡航導彈第一階段攻擊的總體規模可能達到1500-1900枚 臺灣的雄風2E型導彈可能有300枚 高強度反擊能很快摧毀中共沿海的導彈基地 中共的中程導彈主要用來攻擊美軍航母 若用來攻擊美軍神盾艦 難度一樣大 顯然得不償失 即便能破壞數艘神盾艦 也無法阻止更多美軍戰艦的攻擊 美軍的AGM-158空對地導彈 基本型射程370公里 B型射程925公里 B2型射程1900公里 C型為反艦版本 導彈可由各類戰機攜帶 庫存應超過3600枚 美軍B1B轟炸機可攜帶24-30枚AGM-158導彈 10架轟炸機 一輪攻擊就可發射240-300枚 20架轟炸機可發射480-600枚 引會方式暗縫習 人民日報哪壺不開提哪壺 中共官媒人民日報10日先後刊出關鍵時刻衝在前 即人不帥則不從的文章 要求黨員幹部面對挑戰要身先立足 開頭提到 習近平明確指出 各級領導幹部要加強應急職守 靠前指揮 廣大黨員幹部要衝鋒在前 哪裡群眾有需要就奔赴哪裡 始終奮戰防汛抗洪救災一線等於 人民日報海外版旗下的新媒體學習小組微信公眾號9號發表題為 人不帥則不從 身不鮮則不信 總書記的用點智慧 人民網及中國各大媒體於10日晚間陸續轉發 文章首先提到 北宋保援年間西北戰士吃緊 國家財政困窘 憂心不已的大臣宋琦向宋仁宗上書 書文最後提到 人不帥則不從 身不鮮則不信 朝廷應做出榜樣 帶頭力行節儉 減少開支 如此則天下響應 明夜日風 人心不搖 問題自能逐步解決 這篇文章指出 己身不正 焉能正人 如果自己都做不到公身力行 率先垂飯 又怎能讓他人真心幸福 甘願跟隨呢 這兩篇文章發表後 反而引起中國網友的議論 部分網友看到《人民日報》接連發表這兩篇文章 直覺認為 官媒是不是也看不下去了 才用這種隱晦的方式暗諷習近平 其中有人表示 這文章有高級黑之嫌 也有人指 這是哪壺不開提哪壺 還有人說 文中的自己都做不到公身力行 率先垂飯 再明白不過了 血色飛天有殺雞 層面見習 一級演員被查 罪名罕見 中共甘肅省紀委監委8月11日通報稱 中共甘肅省政府原參事蘇孝林 拉邦杰派培植個人勢力 轉移隱密非法所得 銷毀證據等 瞞報房產 在職工選拔和錄用中 為親屬和特定關係人提供幫助 大肆攫取國家財產 多次收受和索取他人賄賂 數額特別巨大 官方稱 蘇孝林被開除中共黨籍並立案調查 公開資料顯示 現年65歲的蘇孝林曾長期在蘭州市歌舞劇團工作 先後任蘭州市歌舞劇團副團長 團長 蘭州歌舞劇院院長 蘭州大劇院院長等 2021年4月蘇孝林退休 《中國文物報》2021年9月20日報導 8月19日 習近平到甘肅考察的第一站就來到敦煌墨高窟考察 甘肅省文聯員副主席蘇孝林是三名向習匯報的官員之一 早在2007年1月19日 一名海外華人在大劇院撞文表示 蘭州歌舞劇院大夢敦煌要到歐洲巡迴演出 該團將有180人組成 在國外巡迴演出打50天 作者與蘭州歌舞劇院院長蘇孝林通電話 得知 這一個有180人組成 並在國外活動50天的商業演出 似乎並不太在乎外商的贊助 不關心經濟效益也不缺費用 而瀏覽了他們的網站 細讀了大夢敦煌的演出介紹後 就明白了 其宗旨是反傳統 反中華民族古老文化的傳統 在內容介紹中 公開表明 大夢敦煌命運天使反傳統 血色飛天有殺雞 中共這幾年一直在動用政府機構 耗用大量資金打壓中華文化在海外傳播 前述作者認為 中共是利用人們喜歡中華傳統文化的心理 把歷史故事進行了篡改 裡面塞進了其宣傳 大夢敦煌打著傳統文化的幌子 事乃為中共而割 俄羅斯軍艦動手了 俄羅斯國防部表示 俄國軍艦碧可夫號今天在黑海西南部開火 警告掛帕勞國旗朝烏克蘭行駛的剛貨船蘇克魯歐坎號 在逼停貨船並登船檢查後才放行 路透社報導 俄羅斯國防部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俄國巡邏艦事先要求蘇克魯歐坎號停船受檢 但該船不回應 因此必可副號採用小口徑自動武器朝對方開火 據瞭解 該船正是往烏克蘭最西部的伊斯梅爾港 在奧德薩多次遭到俄軍飛彈攻擊後 該港在最近成為重要的停泊點 聲明稱 開火之後 商船的航行速度明顯減速 一架載有俄羅斯軍事人員的K-29直升機隨後降落船隻 軍方人員完成檢查 俄國國防部指出 在檢查小組完成船上工作後 蘇克魯歐坎號繼續駛往伊斯梅爾港沒有造成人員受傷或財務受損 今天阿波羅網副頻道的視頻內容是顛覆人類認知 鄧亞平為什麼這麼狠 習近平女兒戈茲曾被警察出售 公安部抓內鬼引猜測 旅館開抽屜竟發現10萬紙鈔顯落入圈套 中共絕對是俄侵略幫凶 還助緬甸暴行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觀看 請中國大陸的觀眾 尤其是災區的人注意安全 也請提醒親朋好友 感謝阿波羅網會員的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連結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送諸可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